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3月21号 近日,湖北、吉林、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地的政府 动用财政资金,支持当地的汽车制造企业降价促销 掀起了汽车的降价战,一时间硝烟四起 汽车制造产业链极为庞大 汽车产业占中国GDP的10%左右 就业人数超过总接约人口的六分之一 汽车行业的兴衰对中国经济社会关系极大 这场价格战可能关系到许多企业 乃至整个汽车行业的生死绝对非同小可 对于这场全国性的汽车大战各方面都极为的关注 然而国务院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这场燃油汽车促销价格战始于湖北省 著名的东方汽车集团就在湖北省 汽车是湖北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汽车的营销状况对湖北省的经济影响极为重大 3月初 湖北省开始对东风汽车集团旗下的多个品牌 多款车型给予正企综合补贴最高达9万元 一些车型几乎降价40%降幅惊人 这样的情况此前还从未有发生过 湖北省此举在汽车行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随后全国主要的汽车生产基地的政府和企业也都匆忙跟进 如吉林一汽集团 上海大中汽车也都通过了正企补贴 大幅度降低销售价格来争夺市场 毕竟汽车企业对那些省市的经济和财政都影响巨大 地方政府绝对不敢等闲市值 到现在已经有多个地方都加入了这场汽车价格战 似乎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 形势相当严重 这场汽车价格战之所以如此凶猛 是因为一二月份市场行情实在是太糟糕了 根本就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开门红 这两个月汽车销量大幅下降创下了2000年以来同期的最差记录 有消息说汽车库存已经超过400万辆 很多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个情况和这三年的极端防疫政策无疑有极大的关系 导致库存居高不下 降价促销实际上是不得已的选择 只是在制造技术和工艺没有重大提升的情况下 这样通过大幅度降价来促进销售 短期内可能会带来销量增长 可从长远来看 这无异于自杀 奈何 中国汽车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而民用汽车市场又已经趋于饱和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 传统的燃油汽车面临着彻底被淘汰的下场 我们知道欧盟已经通过决议 从2035年起禁止销售燃油汽车 美国印度等国家也在跟进 欧美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决定 势必会对整个汽车行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世界上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都会提前从技术上彻底转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电动汽车的价格要比燃油车高很多 但是随着电动汽车在关键技术和工艺上的重大提升 电动汽车已经在价格上接近燃油汽车 甚至开始低于燃油汽车 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原本就大大低于燃油汽车 一旦相同规格的电动汽车售价和燃油车吃平了 那就会对燃油车形成压倒性优势 而且从长远来看 与燃油汽车复杂的机械结构相比 电动汽车的机械结构要简单很多 装配成本也会低很多 可以想象未来三五年以内 形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汽车产业将会与新能源汽车为主 燃油汽车的生产会大幅度减少 显然燃油汽车已经进入了末日 只是中国的汽车企业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可以说这一波燃油汽车的价格战 实际上也是燃油汽车的垂死挣扎 即使大降价 汽车依然滞销 问题的关键是汽车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尤其荒唐的是 在各种新能源汽车已经出现的情况下 这些年很多地方还在扩大燃油汽车的生产能力 而最近这一波 地方政府对燃油汽车企业的补贴 只是在给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企业去输血 因为那些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影响巨大 当地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维持燃油汽车的生产生存 这是补贴落后的生产力只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政府应该帮助这些企业尽快的转型 而不是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于延缓对落后技术的淘汰 可以肯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流行 将会导致更多的生产燃油汽车的企业被迫倒闭 中国燃油汽车企业乃至传统的汽车产业重镇 将会面临重大危机 上千万人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 实际上这一轮汽车价格战并不始于燃油汽车 而是开始于电动汽车 今年的年初著名的电动车企业特斯拉打响了大幅度降价的第一枪 国产新能源车企小鹏问界等第一时间也被迫跟进 随后国内几乎所有的新能源车企都推出了自己的降价方案 国际企业特斯拉完全是有备而来 而国内的汽车企业几乎都是仓促上阵 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特斯拉每一步都走对了 每一步都走到了行业的前边 特斯拉开打价格战 无疑是在压缩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 汽车需要规模经济效益 不达到一定的规模 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特斯拉已经突破了技术和工艺的瓶颈 产量也越过了最基本的经济规模的临界点 今后产量越高利润就会越高 而绝大多数的国产电动车企业 还没有突破这个瓶颈 尤其是没有达到足够的经济规模 几乎是卖一辆亏一辆 而且为了扩大销售规模 还只能降低销售价格 导致亏损更加严重 原来很多的国产新能源汽车企业 过去只是在利用政府的补贴 勉强维持自身的运行 并没有下力量在技术和工艺上实现突破 生产规模尤其不够 政府的补贴一结束 很多企业的销售便迅速下滑 除了个别车企的问题 显而易见 中国电动车汽车行业又再次重复了以往的错误 低水平重复建设 全国已经有十几个城市 向新能源汽车之都这个目标去发起冲击 许多企业竞相上瓦 既行不成技术优势 又行不成规模优势 行不成整体的竞争优势 最后大多数企业会被淘汰 也就是说 不仅燃油汽车企业面临着危机 许多电动汽车企业也面临着重大危机 对于国产汽车市场来说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还不是燃油车和电动车的之争 而是汽车整体需求疲软 销售低迷 不论是燃油车还是电动车 销售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汽车行业整体遇到了困难 麻烦之处在于 各个汽车企业竞相打价格战 并没有迎来销售规模的扩大 有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大力促销的地区之外 其余地区的零售反而有停滞的趋势 进而不得不加入其中 整体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3月17号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就武汉市汽车降价事件 对汽车市场的影响发文称 此次武汉市区政府资金补贴 只定向本地生产的汽车品牌 这种做法引起争议 同时还可能引发一系列 影响汽车市场有序发展的问题 汽车流通协会的文章还说 只对本地生产的汽车品牌补贴 有失公允 这种选择性的做法 有明显的地方保护色彩 而且此类补贴实施之后 销量不增反降 如果任期发展 将对汽车产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造成极大伤害 各地政府如果都效仿武汉 即只对所在地生产的汽车品牌进行补贴 这势必会造成汽车市场的分割 和市场秩序的混乱 有备于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精神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这番话 明显是在呼吁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措施 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也只有最高当局出面 才有可能控制住各省市诸侯混战的局面 毕竟 投入汽车价格战的地方 早已不单单是武汉一个地方了 多个省市都已经加入了这场混战 从制造业来看 汽车产业无疑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从消费市场来看 汽车更是举足轻重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汽车贡献的税费 甚至要超过房地产 从生产到消费到税收 汽车在区域经济格局中 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然而 在汽车产业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 当局持续三年的严厉防控 让很多汽车企业的生存都出现了问题 更是没有精力和资金 进行产品的转型和升级 这让很多企业错过了最宝贵的时机 各种迹象显示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 汽车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特别是在房地产业持续低迷之际 汽车产业如果再发生问题 那中国的经济势必会遭到重创 这是一件关于到全局的重大问题 最高当局如果不能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 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从湖北省在三月初掀起 燃油车价格战开始 直到今天国务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很有可能在中国的二号人物 国务院总理李强那里 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 3月13号 李强出席了两会记者会 对汽车行业出现的这一重大问题 丝毫没有提及 3月15号 李强出任总理之后 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 依然没有涉及这一重大问题 李强最关心的事情是 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和全国两会精神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 李强公然宣称 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必须旗帜鲜明的讲政治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李强是否有能力抓好经济 是否有能力和众多的地方政府进行博弈 对此外界不得而知 比能力低下更可怕的问题是 李强似乎根本没有心思来抓经济 真若如此 那灾难很快就会降临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会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 请朋友们前来浏览 最后 请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